Hello大家好 我是J华来到今天的美股复盘 我们先看一下大盘的走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标普是低开高走 然后走了一个震荡 收在4464 道指收率 我们可以看到标普500 还有那个NASDAQ呢是比较弱一点的 特别是这个科技股 NASDAQ今天是收红的 但是我们看到道指呢 又是强者之强进一步的往上走 早盘我们得到了最新的PPI 昨天的CPI的数据出来 看起来是不错的 结果大盘呢是冲高回落 标普500指数从4527暴跌下来 今天呢就是主要是去看那个指数 能不能起稳 所以暂时来说的话 看起来是挺不错的 在这里标普500进入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区域啊 我们可以看到多军的最后一条 很重要的防线呢 是这一条蓝色的50日均线 而且是在这一个日线级别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防守 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前几次 差点威胁到的时候 已经很久没有下来这里了啊 因为指数走得非常的强 我看到前几次 他没有摸到这个50日均线 但是这里非常的接近了 而且是在52赛附近的 因为现在52赛已经失守了 所以在这边就是看 MACD能不能开始收起来 在这里我自己觉得指数会怎么样一个走势呢 就先卖个关子 在视频的后面啊 记得看完视频 这样子呢就不会错过啊 所有这期视频的这个资料 我们先来看一下特斯拉的走势 特斯拉今天又探底啊 238 238区域非常有意思 我们记得上一次特斯拉跌到240左右呢 盘后也是跌到了这一个237 238的区域 然后发生什么事情 我记得那个时候群里面还有些 还有些朋友在写 就是特斯拉破位了 跌到237啊 240那个防守失守了 要跌到210220 结果财报之前涨去299 现在又下来这里了 所以形成了一个 非常像一个山顶的一个结构 不是这么的美丽 这个我也讨论过 但是这里对于特斯拉来说的话 是它的这一个瓶颈线 如果我们去看一下这一个结构的话 瓶颈线的意思就是bottleneck 也就是这条重要的一条支撑的线 如果这里破掉的话 那么特斯拉是有点破位 走势就不是这么的美丽啊 可能要去它的200日线去找支撑了 因为下面没有很多 就是更加有用的一些支撑的一个level 当然第一目标这个235呢 可能就就会到了 第二个区域呢 就是221和223这一边 所以希望就是不要进一步的破位 然后可以开始收起来 消息方面呢 其实没有太多啊 但是马斯克和那个扎克波的这一个格斗呢 是会按照非终极格斗冠军赛那种 UFC的这一个这种的格式去进行 本来是想是不是就是摆在一个cage match里面 然后就是去直接的去有这一方面的这个格斗 格斗技术上面啊 这个扎克呢是更深一层楼的 但是如果你去看两个人的这个体型来说的话 马斯克是占优势的 马斯克都说了自己基本上就是坐在对手的身上 然后就是腾赢一天呢还没有定下来 但是是会在这个X平台 也就是Twitter还有那个Meta上面呢 是直接进行这一个直播的刷点流量 对两方呢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但是标普500来到这里呢 就是非常的接近这一个点啊 这个大的支撑点 那么另外一个让指数有可能能反弹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其实我们往这里看的吧 最后一个大公司没有做记录财报的是英伟达 而英伟达最近呢是一直在杀跌 在往下走的 但是英伟达呢可能也到了一个关键的点位 一会儿陪大家去看一下为什么啊 来到这里呢 指数不单只有这个技术面的50均线撑着 另外一个考量点就是 这里各大的公司的记录财报 渐渐的都结束了 也就是代表啊 如果机构主力还有散户 为了记录财报去买的这一些看跌期权 作为对冲保护自己的仓位呢 应该是要关掉了 所以来到这里呢 我们可能会看到 如果是同时关的话 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啊 这一个puts看跌期权 全部都同时被平掉 形成一个逼空 甚至呢主力呢 也是可以利用这个50均线的反弹 让指数呢 进一步的往4500开始去收复失地 我们去看一下 他是不是下周呢 去安排一下这个走势 因为在未来的一两个星期来说的话 是有一些这个跑道上去的 唯一一个阻力呢 就是8月的交易量还是非常的小 因为7月8月是暑假 所以很多交易员呢 也是都是在休息的陪小朋友 我们看一下消息面啊 有没有一些我们需要去那个避雷的地方 我们可以注意到呢 在8月16号这一边啊 是有美联储会议录的 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看到 这一个加息的步伐 在今天PPI出来 虽然PPI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不是这么的重要 但是今天PPI确实回暖了 但是年对比来说的话 啊还是稍微的是啊 就是其实跟去年去对比的话 各种PPI CPI数据呢 其实都是没有这么的严重了 因为通胀 它的目标不是零 还是会有一点的 因为你物价和需求同时下去的话 那你就会有一个通缩 deflation的问题 这就是啊 国外的一些媒体 现在就说国内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啊 那个China会不会进入这个deflation 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 呃一个大看点 但是我们从消息面这一边看到呢 比如说如果我们去看那个桥水啊 也就是bridgewater 第二季度 它其实增持了拼多多和那个iShares 在中国的这一个etf 而且减持了meta 所以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啊 因为在这里呢 呃他是那个进一步呢 去买入这一个iShares的 这一个中国大盘股的这个etf啊 呃所以桥水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基金呢 就做了这个的安排 另外一方面我们去看啊 索罗斯的话 索罗斯是呃清仓了那个奈飞 然后呢换去了财报比较好的亚马逊和Google 因为亚马逊和Google 云端的服务啊 服务的营收来说的话 都非常的有利啊 所以看到索罗斯也是呃 也是那个建仓 做多通用汽车GM 和那个阿里巴巴 呃到时候我们去看一下有什么变化 清仓的有salesforce 呃 奈飞和那个京东等呃股票 所以到时候看一下这一些安排会不会有意思 呃 他也同时增持了亚马逊Google 然后Rivian这两天倒是有不错的这个价格 因为开始跌下来嘛 所以到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啊 电车这一方面呢 是是进去 因为其实Rivian和特斯拉来说的话 那个特斯拉也是回踩了不少啊 但可能在这一边Rivian 呃总共来说的话 这一个价位呢 跟他的历史高去比的话 还是算比较在那个低位的 英伟达为什么卖了个关子去说 英伟达在这里非常有意思呢 呃昨天的视频我在看啊支撑点的时候 特别是对于呃英伟达的时候呢 我是说有可能就是对吧 在那个长线一点中中短线这一边呢 呃中线左右呢 就是会走到之前他的这一个财报之后 留下的这一个缺口的上方 378这里 但是我说有点看得太空了 所以近期来说的话 呃可能能看到这种408左右的这一个区域啊 408左右 结果今天啊 他收盘的时候呢 就正好到了408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 大家可以去看昨天的视频去验证去去那个看一下啊 啊那为什么我觉得这一个点位其实对英伟达是很重要的呢 1万亿市值 如果英伟达的股价从这里继续进一步的跌406啊 这样子的话 那么1万亿市值呢 就会失啊 那个失守 所以来到这里呢 我们也预期股价 特别是大盘来说的话 有可能做一个反弹 那带起一下这个芯片半导体板块呢 会比较不错 我们也看到啊 这一个大的热门股SMCI 跟英伟达一起上来的 今天进一步的跌8.19% 这几天里面SMCI都跌了27%了 啊之前呢 就是啊一个劲的涨得非常的稳啊 因为六个月来说的话 就算他五天里面跌了27% 他半年的这个幅度呢 还是180%啊 所以就可以告诉你 这只股票今年是有多火爆 今年总共还是涨了203% 所以这个幅度呢 还是在的 但是这只股票跟那个英伟达的关联性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们看见基本上是一起下滑 好 来到盘后呢 我们看到这一个AMC AMC呢 是盘后大跌一 有一段时间呢 AMC在今天的盘后呢 是跌幅度超过30%的 而在这里呢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APE 啊也是往上走的 在这个的时候呢 啊这个报告出来的时候呢 是24%跌了 啊 AMC 然后那个APE呢 是涨了22% 啊本来有APE之前呢 AMC就只有AMC 但是后来AMC不是说了吗 我们要分做一个分红股 分红股分出来的就是这一个APE 现在呢就是要把这两个股票呢 就是把这个APE呢 convert 对吧 所以它的价格就应该一样的 但这两只股票现在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会看到 因为AMC的价格比APE高 所以APE会涨上去 让AMC会跌下来 啊这个本来是之前被那个 啊被那个reject啊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啊 那个法官这一边呢 是给了另外一个settlement啊 做了这一个approval 之前是把它没有做批准的 就是做这个股票的这个转换 conversion 但是今天盘后呢 就出来了这个消息 那么AMC打算干什么呢 他们打算把这一些啊 比较低价格的APE的股票呢 再一次变成的AMC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 因为他想做合股啊 reverse stock split 因为大家也知道 最近那个AMC那一边 烧钱烧的比较厉害 赚钱也没有赚的非常的多 电影院不是很景气 毕竟都还在罢工呢 不是电影院罢工 是演员在罢工 这件事情闹了很久了 利好Disney和那个奈飞 这些流媒体的 在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啊 所以他合股完之后啊 如果再炒AMC和APE的话 要注意这一个风险啊 因为这两只股票呢 会去找这一个中间点 然后到了最后来说的话 它形成的只留下AMC的时候呢 你要小心这一个合股的这个现象 也就是代表譬如说 它那个合股之后 你拿着手上的股数呢 是会被稀释的 就会变得越来越少 所以不是这么的好 然后通常一只股票被合股之后呢 可能会先跌后涨 或者就是即刻涨 然后就是反正波动会非常的大 不是很适合就是新手去碰啊 因为这样子来说的话 就有很大的一个风险 投资都是有风险的 所以大家要谨慎 好今天我们嗑瓜子就先嗑到这里吧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